不过在这方面 咱们进去看看 这四所学院可都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这回一起来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难道是五魂殿受益的 应该不是 五元素学院中只有向甲宗是五魂殿的走狗 剩余四个应该是保持中立的 雷霆学院一直是由蓝电霸王龙家族支持 现在蓝电霸王龙家族被灭 他们没有理由 会成为五魂殿的暴凶 走吧 先进去看看再说 嗯 我说一个个的 都过你们让让 都让让啊 高手来了 看小爷怎么收拾他们 阿姨笑 小爷当是谁呢 原来都是老熟人呢 怎么着 当初输给我们不服气 今天特意过来砸场子是吗 好久不见了嘛 蓝俊 哟 小五也在 你们史莱克学院其他人呢 冯小天 少跟我废话啊 今天你们这么多人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干嘛来了 要是砸场子的话 我们兄弟接下来 画出道来吧 我们四元素学院受到天斗帝国皇室邀请将迁到天斗城 大家都是熟人了 今天我们这不是来打个招呼吗 当初我们在那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上 虽然输得有些不服气 不过我们还不至于过来找岛 只是你们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非要认为我们是来砸场子的 我们也没辙 我呸 你们不是来砸场子的 为什么硬传我们史莱克 就是还打伤了我们门外轮职的学员 那只是个误会 是我们的小学员一时冲动而已 误会 那我们要是把你们学员的人打了 是不是也算误会了 不服气的话 你们就叫上史莱克七怪 跟我们打一场就是 谁输了 就向对方赔礼道歉 小五 还真的是小五 三 小五这是怎么了 看上去不太对劲啊 既然巧合 我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 给小五吃下去之后 她的身体恢复了人形 应该算是彻底脱离了受体 只是恢复的 只有小五的身体 现在的小五 没有灵魂 只有一些灵魂的反应 三哥 你别难过 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身体能恢复 以后灵魂 一定能 说得对 柔柔 我也坚信这一点 好了 先不哭了 我们先处理眼前的事 别让坏人看了笑话 怎么 你们史莱克七怪 胆怯了吗 霍武 想怎么比试 你们说就是了 我们奉陪 痛快 看样子 你们史莱克七怪人不全呢 戴木白 唐三和朱朱青都不在 我们也不占你们便宜 就野出四个人 跟你们打一场好了 你们看如何 三个人吧 小五需要有人照顾 那我们就三对三好了 小五 你和荣荣在这里 我马上就回来 好吗 走吧 我们要战的是史莱克七怪 而不是闲杂人等 你们不是来挑战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吗 是不是闲杂人等 待会你就知道 机缘巧合 我的相貌发生了一些变化 难怪各位故人不认识我 我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学院任职 大家都是熟人了 我也不瞒你们 这一回四元素学院得到天斗帝国官方 许诺才决定迁到天斗城了 虽然我们也不是十分看好 两大帝国与五魂殿之间的实力对比 但是魂世界如果真的一支独大 对我们这些魂师来说绝非好事 更何况 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前车之间还历历在目 我们四元素学院同企联支 所以决定联合在一起搬入天斗城 而史莱克学院号称天斗第一学院 这个名字 我们看着眼沉呢 而且也很喜欢你们这块地方 坐拥市区 你们这里地方大 我们想搬进来 我们这次就是过来谈判的 说得好听 不就是过来想占我们地盘吗 想的可真美 有我们在 想都别想 当然了 你们要是愿意为我们史莱克学院收编吞并 小爷我们倒是没什么意见 死胖子 你胡说 有何不服单挑 亮了我会出来就压制你 信不信 你 五年了唐三 我想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进步 来吧 切磋一下 等一下 小天兄 四元素学院这次派你们过来 这么说 你在四元素学院能做这个谈判的主了 四元素学院决定合并之后 小天因为出色的天分 被婆格认名为副院长 这次谈判 他可以全权代表学院 那不如这样 今日一战 如果我们赢了 就请四元素学院不要再打我们学院的主意 当然 只要你们是出于与五魂殿对抗的前提留在天头城 以后 你们就和史莱克是盟友 哦 这么说 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 小天兄 如果今天你不敢接受唐三的挑战 那么你一生也无法超越我 我看不如这样